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随着海外打工骗局持续发酵引起各界关注 那大马人被卖猪仔的课题今天第一次被带到国会上讨论 外交部长塞富丁阿多拉今天在部长问答环节时表示 截至10月1号大马已经从柬埔寨、辽国、缅甸及泰国四个国家 成功解救261名被卖猪仔的大马人 那当中有171人已经回到大马 另外有90人正在等待遣送 他表示在这四个国家当中 当局从柬埔寨救出最多的受害者 那塞富丁说由于整个过程都受到相关国家的程序和法律约束 包括调查工作和文件记录等等 因此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 外交部呢也正在跟警方协调合作 加快处理营救猪仔的问题 外交部长塞富丁阿多拉今天针对大马人被卖猪仔的课题 在国会下议院透露大多数的国人都是因为受到高薪誘惑 而被骗到国外当猪仔的 也是有人去度假之后被骗去打工 不过塞富丁透露 其实还有一部分的猪仔在获救之后是不愿意回国的 而当公正党国会员马智里询问 政府是否会承担所有把大马猪仔带回国的费用时 塞富丁坦言外交部目前正在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 但他们会努力寻找资金 包括在2023年 财政预算案要求更多拨款 以协助拯救猪仔行动 虽然外交部长宣布 政府已经成功救出261名 因为被卖猪仔而受困国外的大马公民 还有90人正在等待遣送 然后根据网络媒体Bernard News的报道 目前还有大约700名大马猪仔受困在辽国北部 博交省的金三角经济特区 被不法集团禁锢还有不人道对待 甚至被勒索巨额赎金才能脱身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那这些大马猪仔当中呢 大多都是被骗到中国籍业主操纵的赌场跟酒店 被迫从事诈骗活动 目前马来西亚驻辽国大使馆 已经联络上辽国外交部跟国际刑警 向这些单位求助 以救出受困的大马人